台軍F16V 新年一時發生墜海事故 台防務部門進行所謂兵推 還要強化所謂防空值班 與此巨資 邀請法國人員駐台升級戰機 台軍為何還自不量力 企圖以武謀獨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 作為兵器本身 它是可以設定的 而這個設定的結果 完全可以符合台灣軍方的需求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兵器它是一個造勢的工具 這個改進應該說是有目的的 就是在老的機型上面 除了這個防止老化之外 它更多是提升 這一型戰鬥機的進攻能力 而且廣泛性也在大幅度提高 包括使用美製的精確指導武器 美強拉日本參與所謂綜合威懾 還欲與日本建立所謂 現代版八桶針對中國 美日同盟的格局 會發生哪些變化呢 共同進入到它在西太平洋地區 跟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這個大的布施當中 這樣的話它可以形成對中國的這種壓力 它還可以換之以科技制裁 科技打壓的手段 而在這個方面我覺得恰恰是 美日同盟關係 煥發的一個新的特點 那麼這一步實際上是隨著 美國對於日本整個角色的放開 對於它的能力的一中 我覺得有可能我們會看到這個前景 俄羅斯與北約持續談判 而北約卻強調可能談崩 以做好應對新武裝衝突準備 英國接過北約快返部隊指揮權 新航母上線 曾具備雙航母作戰能力 北約所指的新武裝衝突會是什麼 英國擁有雙航母後意味著什麼呢 《防務新觀察》特邀專家為您深度解讀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務新觀察》 我是寧昭 近日 台軍F16微戰機發生墜海事故 而與此同時 台軍還在進行所謂兵推高備戰 具體內容我們來看 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島內媒體消息 1月11號 台軍嘉義基地一架F16V 當天下午執行對地機炮攻擊訓練時 被遼機 目擊 機體呈現大角度墜海 在嘉義東石外海失聯 據了解 該機飛行員並未跳傘 目前還在進行搜尋中 而台軍方在記者會上稱 這架飛機是改裝飛機 目前美方還在進行測試 所以還沒有加裝自動防撞系統 而1月5號 台軍12架F16V戰機 剛在嘉義基地 進行了所謂的大向漫步行動 並且還向媒體近距離展示了 F16V裝備的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另據中國台灣網1月10號報道 民進黨當局頻繁謀獨挑釁 導致台海局勢日趨緊張 據島內媒體證實 台防務部門負責人近期起 開始吩咐台灣地區所謂各作戰區 就當前台海局勢實施所謂兵推 同時命令台軍戰備部隊 在逢假日時一概由正副主官留守值班 而重點就是愛國者 與天工防空導彈系統的部隊 除此之外 台防務部門日前又公布 已與法國簽署最新協議 將由法方提供幻影戰機部隊的後勤人員 訓練航電電戰系統等支持服務 兩項協議金額高達9億7210萬元新台幣 以維持與強化台軍所謂整體戰力 台軍F16V此時出事說明了什麼 為何在此時進行所謂兵推 兵搞所謂備戰呢 防務新觀察馬上為您解讀 歡迎兩位專家 首先請到李女士 我們在周一的節目中 剛剛關注了這個台軍的F16V 搞所謂的大象漫步 緊接著這就出事了 您如何看待它這次的這個墜海事故呢 我覺得這個事故它對於F16V 後續這個計劃是一個重創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計劃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 它是正式公開的 也就是當時講這個聯隊已經正式成軍了 而且前段時間我們知道 剛剛新年的時候又搞了大象漫步 所以現在我們看來 就是一系列的動作之後 實際上它更多地想追求的就是 F16V目前空戰能力的提升 但是我們會發現 現在這個墜海事故實際上表現 那肯定就是一個重創 就是那你過去所標榜的這一切 可能就是一個空檔 所以我現在覺得 就是我們可以關注一下這個事件後續的發展 因為它現在講的就是 整個的這個天候條件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突然的這個光點就消失了 所以我們說如果分析一下這些情況 我覺得有可能是改裝的這個水土不符 因為大家知道 這一批是改裝戰鬥機 那麼它實際上如果說我們追溯一下 它是上世紀90年代 當時在老布什時期交付的 150架的F16 那麼應該說一部分應該說它的機體 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老化 所以現在 那麼首先比如說你加裝了這個 APG-83的雷達 而且我們會發現它整體的改裝 實際上面積很大 你包括任務的計算機 包括做倉的儀表 實際上包括電子彈的吊倉 那麼還有這個前段時間我們談過的 那個360度的頭盔這個標準距 那麼改裝這麼重多 我想這裡面有沒有磨合的問題 你比如說有沒有可能 它的電子信息系統的不完善 有沒有可能在部分的控制環節 出現了比較大的故障 而這種信息系統的故障 你在平時是很難發現的 但你一旦到空中 在例行訓練的時候 它很可能就出現了一些新的 不可預設的情況 所以我想呢 那麼下一步它上不僅對於這個 141架的這個改裝 這個計劃叫做奉展計劃 對於這個後續的改裝 我覺得它這個進度 會有很大的影響 同時呢 可能對於下一步 還有一個計劃叫做奉翔計劃 奉翔的是採購66架全新的 F-16V的Block 70型 所以我覺得呢 實際上這兩個計劃 我覺得它都會有影響 同時我們注意到 這個台訪問部門的負責人 是突然開始 在他們所謂的這個各作戰區 開展所謂的兵推 請借兩回地觀察 這體現了台軍怎樣的意圖呢 鄧先生 從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都知道去年的5月份 台灣防務部門呢 提出來要建立戰區的 這樣一個概念 你可以想像一下 台灣就那麼大地方 3萬多平方公里的 這樣一個地盤 要畫五大戰區 一個是澎湖 一個是花蓮 一個是桃園 一個是高雄 還有一個台中 那麼這五大戰區來講的話 抹掉了舊有的這種痕跡 對於參與民當局來說的話 去中國化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強調軍兵種之間的聯合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進行這個推薦來講的話 就是驗證 從去年5月份提出來的 戰區改革計劃的一個重要方面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 就是這個台軍逢假日 都會由他的政府主管 特別針對這個防空系統 進行戰備值班 您覺得這體現了台軍 怎樣的心態呢 我覺得體現了台軍對於 大陸呢 解放軍整個對台島巡航 這種飛行行動的 一種潛在的這種擔憂 我們通過這個 大家會發現 實際上這種繞島飛行 對島內台獨勢力 產生了很大的震懾 所以他會把這個細節 放到這個兵推裡頭 就是我就把解放軍整個 繞台飛行的次數 和他的戰鬥機的整個的規模 我就按照這個數字的處理 把它輸進去 然後呢 再加上台軍目前的 改裝以後的F16V 模擬一個對抗 那麼這個對抗當中呢 哪個能體現一個 這個最新的一個支撐要素呢 我覺得就是它的防空導彈 因為防空導彈呢 實際上如果是戰時的話 它是對於對方戰鬥即時 能夠形成有效的壓制的 所以它就需要呢 來把它的愛國之導彈的升級 就是整個這個戰備系統的升級 和戰備等級的升級 要做一個提高 因為我們知道呢 整個這個雙節嘛 新年完了馬上就是春節 所以這段時間的戰備呢 實際上是台軍關注的重點 然後整個戰備等級的提升 甚至包括相關的 包括對我們大陸方向的 警戒監視雷達的全天候的開機 也包括呢 它的部隊的一部分的調動 我覺得應該說 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接下來請教兩位的觀察 如何看待現在台當局 準備赤巨子 邀請法國人員常駐 並且還要提供這個 幻影2000的升級與保障呢 藤先生 休休補補 提升台軍的控戰能力 林女士 就拉更多的意外勢力入場 好 藤先生請 一個是時間比較長了 服役時間長之後 它集體老化 第二個呢 就是進行儀器的 現代化的改進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包括美國對於 授台的F-16 那麼進行了改裝 現在是F-16V 那在這個幻影2000的基礎上 加裝 你比方說紅外吊艙 它可以使用掛載 美智的響尾蛇 這個導彈 它不單是空洞格鬥 而且也可以對海對地攻擊 所以它加裝這樣一些 這個設施之外呢 應該說大幅度地提升了 歡迎2000的作戰能力 這次改進呢 應該說是有目的的 就是在這個老的機型上面 除了這個8%老化之外呢 它更多呢是提升 這一型戰鬥機的進攻能力 而且呢 廣泛性也在大幅度提高 包括使用美智的精確指導武器 雷女士您的觀察 我覺得這次這個計劃呢 我們說它維修提升呢 我覺得是一方面的 比較迫切的要求 另一方面呢 比如說引更多的意外勢力入場 我覺得這是台灣當局 非常明確的一個意圖和算計 就是幻影2000戰鬥機呢 我們剛剛談了 你比如說F-16 改裝以後的效果 我們已經看到了 剛剛成軍它就摔了一架 那麼應該說呢 幻影2000未來改裝以後 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這是完全可以預計的 但是為什麼它仍然要推進 這麼大的一個項目 我覺得實際上這裡面呢 它實際上還是有著很強的 一個意圖 就是只要法國人願意來 我們知道呢 不管它以什麼身份 但是呢你找來了以後 那麼我就和更多的意外勢力 綁在了一起 從現在這個情況來看呢 我覺得未來這可能是 台灣島內的這個 台獨勢力它謀求的一個常態 這次本來和澳大利亞那個單 被撬了以後 那麼它也是很郁悶的 所以它需要找到其他的一些出口 所以我覺得台灣當局呢 就是抓住了這樣一個契機 就是你也希望在這個地方 推開你的軍手打單 能不能我就主動提出這樣一個 然後大家一拍即合 你也達到了你的經濟目的 我達到的是政治目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圖 應該說是很清楚的 與此同時 美玉拉日本要構建 所謂綜合威懾意圖 針對中國 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觀察 據日媒1月10號報道 美房長奧斯汀 強烈要求日本 參與所謂綜合威懾 集中通過同盟夥伴網絡的合作 來提高軍事 互聯網 經濟安全保障等 針對中俄各領域 遏制力的構想 在美日2加2會談後 公佈的聯合文件中 有關擴大自衛隊作用的內容 引人關注 有分析認為 有可能改變美日同盟的格局 同時美日兩國政府正在商議 設立用於限制尖端技術出口的新框架 日媒認為這或將發展成為 針對中國的 現代版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 又稱巴黎統籌委員會 簡稱巴統 美日英澳等17國 曾於1949年 設立巴黎統籌委員會 以防止技術流出 從而幫助蘇聯等國家提升軍力 該組織於1994年解散 據日本《獨賣新聞》10號報道 雖然限制尖端技術出口的新框架 尚未確定具體受限對象 但可能包含半導體製造設備 量子密碼 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 日媒近日披露 日本正智力研究 用於對抗高超聲速導彈的 電磁軌道砲技術 宣稱這是日本基於 針對來自中 俄 朝 三國的高超聲速武器 並強調要針對中國加強威懾 不過就在日本渲染別國 高超聲速武器威脅 為自己研發新型裝備找藉口的同時 日本也在積極開發 包括高超聲速導彈在內的 進攻性武器 那麼 美日同盟的格局 隨著搞所謂綜合威懾 會發生什麼變化 日本號稱針對高超聲速武器的 電磁砲具有怎樣的威脅呢 防我新觀察 繼續為您解讀 首先請到滕先生 我們看到美國強烈要求 日本參與的這個所謂的 綜合威懾具有怎樣的威脅呢 綜合威懾看似是一個新的概念 其實它沿用了美國過去一直強調的 就是通過擁有強大的力量 讓你不敢動的這種 所謂的威懾戰略的 這種思維模式來對付某一個國家 或者是對某一個國家形成一定的遏制 這是一個傳統的理念 那麼綜合威懾提出呢 是在去年的夏天 由美國印太司令部的 當時的司令戴維森 他提出來要綜合利用 美國的所有的優勢 包括戰略武器 包括比較優勢的這個常規力量 來對付有關國家 形成這樣一個不戰而去人之兵的 具體的這個效果 那麼後來又被美國防長 奧斯汀接了過去 如果說當時印太司令部 提出來只是強調美軍的 這種威懾能力 比方說超越對手 20年的武器在代差 那麼奧斯汀呢 比如防長又提出來 要強調兩點 一個呢就是綜合運用盟國 包括拉盟國進來 夥伴關係 同盟關係 是綜合威懾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這個印太司令部 司令 前司令戴維森 他說講的就是綜合運用 美軍的各種作戰優勢 來壓對方 來讓對方不戰而去人之兵 所以這一點來說的話 應該看到拉日本 它是一個既定的套路 所以它不單單是強調 它的軍事作戰能力的問題 不單單要強調它的作戰武器 要超過對方 10年 20年的問題 還要拉像日本 像澳大利亞這些國家 共同進入到 它在西太平洋地區 跟中國進行戰略競爭 這個大的布施當中 這樣的話 它可以形成對中國的這種壓力 美日同盟的這個格局 會隨著剛才滕先生介紹的 這個所謂的綜合威懾 而發生相應的改變嗎 李女士 對 我覺得就像剛才 唐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現在呢 實際上所謂這個 綜合威懾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一體化威懾 就這裡面呢 它上包含的內容 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 我覺得一個重大變化 就是手段上的綜合 因為現在我們會發現 你比如說美國 你看對俄的這個問題上的 立場 態度和手段 包括對中國這個問題上的 立場 方法和手段 它會發現呢 就這裡面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變化 就除了這個軍事領域的壓力 比如說我多線並進 前沿部署 而且加大這個態勢 包括演訓的力度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但是更重要的 它還同步 比如說通過 比如說外交 那麼包括像經濟領域 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打壓 就是這個手段 我覺得現在不亞於 軍事手段的打壓 所以在這個方面呢 它實際上就是一體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而在這個方面呢 日本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特別在高科技 和美國綁在一起 對其他國家來進行 聯合的封鎖打壓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拓展的領域 那麼第二個呢 我覺得它是包括領域的一體化 這個我們通常所說的作戰域 大家知道你有核的 有長的 是吧 有網絡的 有太空的 美國提出太空軍構建以後 日本迅速組建了太空部隊 對吧 你包括網絡空間的 雙方的這樣一個聯繫 這樣也包括電磁空間的 這樣一個雙方聯合的演習 因此在這個方面呢 我覺得日本上 主動跟上的態勢很明顯 那麼第三個實際上 就是夥伴關係的一體化 你看美國現在實際上不僅拉著日本 澳大利亞 就所有的這個國家 包括英國 那麼這裡面呢 實際上更多的 和美國進行多邊的演習當中 它強調的就是 新興作戰領域 所以新興我們說就是 太空 網絡 甚至包括什麼大數據 人工智能 就這些新興領域呢 它恰恰構成了 美國未來呢 推動聯盟策略的一個重點 因此我們會發現呢 在2021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重要的法案 就是戰略與競爭法案 這裡面呢實際上就是 對華競爭的 一攬子的科技競爭的法案 未來呢 有可能美國再次 比如說對於中國 包括對俄羅斯 這些大國 開啟大國競爭的時候 它不一定非要以這種 剛性的 強硬的 軍事的手段的面貌出現 它還可以換之以科技制裁 科技打壓的手段 而在這個方面呢 我覺得恰恰是美日同盟關係 煥發的一個新的特點 同時我們看到這個日本 正在加速推進 電磁軌道砲項目 聲稱是要針對多國的 高超聲速武器 清嘉麗女學您如何觀察呢 那麼現在呢就是 就是日本如果說我提出來一個 我知道你美國對於整個的 高超聲速武器的攔截 你自己也攔不了 那麼我能不能立足我的高科技優勢 我找到一個你很關切的領域 我主動跟上 我覺得這呢 才是它密切配合美國步伐的表現 一般的導彈的上限 就是速度上限大概是 每秒1.7公里 也就是1700米 而電磁軌道砲 如果說我要能攔截它 我肯定速度還要比它快一些 那大概就是每秒2公里 2000米 而這個日本它搞的這個圓形機 我看到達到每秒2300米 也就是它現在呢 實際上從圓形機角度呢 它比通常我們意義上的這個速度 還要更快一些 但是呢這個圓形機和真正的獵裝 和大批量的裝備 這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現在一方面可以搞這個 預期的預言試驗 但同時呢它可以為自己 突破和平線法再做鋪墊 因為呢我們知道這種武器 它本身來講它上有進攻性 你號稱你是攔截 但是我們知道 那實際上有的時候 那你如果是對於自己 幾方有這個進攻性企圖的時候 它上可以達成一個進攻性武器 而且通過這個最新的 技術的探測吧 包括嘗試 它可以保持在監端領域的優勢 那麼現在呢 我覺得日本它所追求的就是 我如果說我攔截不了 對方的高超升速武器 我能不能換個思路 就是我打掉對方的 進攻性陣地呢 所以美國萬一覺得這個也可以呢 那我不就是堂而皇似的 擁有了一個地對地的攻擊的導彈 實際上這個技術 日本上已經有的 但是呢它只是不能 付諸於武器層面 是因為它不能突破 和平線法的限制 所以我是覺得 日本現在這個策略 應該是第一步就是搞這個攔截 第二步就是我發展 打掉對方基地的能力 那麼這一步實際上是隨著 美國對於日本整個角色的放開 對於它的能力的倚重 我覺得有可能我們會看到這個前景 而就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與北約對話之際 北約表示已經隨時做好準備 要應對一場新的武裝衝突 並稱不會停止動火 據報導 本週北約與俄羅斯展開一系列安全磋商 在此前夕 北約曾警告俄羅斯 放棄所謂好戰的外交政策 與西方合作 否則將面臨一個 以下定決心應對衝突的軍事同盟 報導稱 隨著北約準備好與俄羅斯 就削減軍事演習規模 軍備控制和承諾 不在烏克蘭部署美國導彈等問題 進行討論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聲稱 如果談判失敗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 做好了應對歐洲一場 掌握新的武裝衝突的準備 另據英國防務網報導 英國第二艘航母 威爾士親王號 從1月11號起 擔任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的旗艦 這一新決策 將使這艘航母有機會參與到北約 在北極 波羅的海和地中海的軍事行動 英國海軍1月1號 接過了北約反應部隊的指揮權 而英國海軍官員則宣稱 這一位著英國擁有了持續的 航母打擊能力 英國又回到了海上力量的前列 此外 1月10號 俄羅斯東部軍區新聞局 太平洋艦隊消息稱 以太平洋艦隊海軍陸戰隊 賓海邊疆區分隊為基礎 組建了一支新的坦克突擊隊 主戰裝備是T-80BV坦克 當天俄羅斯國防部消息稱 俄羅斯多地區的軍事機場 完成匕首高超聲速武器系統的 基礎設施部署工作 那麼北約所指的新武裝衝突會是什麼 英國擁有雙航母後意味著什麼呢 防務新觀察正在播出 我們看到北約的秘書長斯托爾同佩格表示說 如果談判失敗 那麼北約已經做好 要隨時應對一場新武裝衝突的準備 這個衝突具體指的是什麼 林女士 一方面我們看到 它是有一個多方巨大的分歧 特別是利點的分歧 那麼另外我們會發現 實際上各方都在保持密切的接觸 我覺得實際上這個實際上 就是一個比較矛盾的概念 所以我在想 比如說它到底是真的準備打 打一場大戰 還是說就是為了談一談 我覺得這裡面我們是可以 根據這個事態後續發展來分析的 因為現在確實通過這個談判的情況來看 我們會發現 在最核心的這個利點上沒有達成一致 比如說烏克蘭到底加入北約的問題 你看北約的態度很強硬 就是是不是加入北約 那不是俄羅斯能說的算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最根本的利益分歧點 沒有實現 那麼我們都會發現 就各方上都顯示 是好像都在積極準備似的 你包括別的快速導演部隊 我們看到現在英國 它不是已經開始接手這個旗艦 上也包括它的時間間隔的縮短 過去七天才能部署 現在五天就要部署 而且各方顯示 自己都是處在一個高占備狀態 包括俄羅斯一方 上也表示了很明確的態度 就是如果談判談不攏 我們也不會退讓 也會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我們看到 就是唇槍舌箭的時候 上各方都沒有退讓 在去年7月9月 雙方就是帶著代表團 已經談了好幾次了 今年再談 我是覺得這個管道 哪怕在烏克蘭局勢 最嚴重的時候 它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接觸渠道在 就意味著這個溫度不會那麼高 不至於達到一個極限 而最終打起來崩潰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接觸的管道 雖然它不一定有用 但是大家做下來是有用的 那麼您剛才也提到說 這個英國媒體現在大肆炒作 說英國現在已經成為了 這個北約快反部隊的指揮方 並且還擁有了雙航母的作戰能力 您覺得這意味著什麼 我覺得對於英國來講 這個是它在整個北約框架下 從事領導力的一個重要的機會 因為大家知道 從2021年的元宇一號 英國正式脫歐了 脫歐以後它在整個歐盟框架下 它就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它提出了一個新戰略 叫做全球英國 我們知道全球英國的概念 就是我不僅要立足於歐洲 我還要立足亞太 這個就是它更大的一個背景 所以我們會發現去年它那艘航母 就是伊莉莎白女王號 去年是有7個月的時間 都是在亞太區的 或說叫印太區 那麼從當時的轉型到這次 我們看到威爾什新王號 那麼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 已經參加了北約一攬子的演習 而當時這個演習就是為了檢驗 它是不是具有遠洋出動的 這樣一個能力 能不能真正擔負戰位值班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 從現在它正式接管的 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 我覺得那就意味著 它已經形成了作戰能力了 那下一步比如說它在北極 包括在波羅地海 在地中海 它都可以形成常態化的存在 而這個雙航母戰鬥群 大家知道在歐洲國家 現在英國是獨一個 那麼這個實際上它是有別於 其他歐洲國家的很重要的標誌 而一旦有了這個身份 我是覺得它因為脫歐所削弱的能力 那麼現在它有了一個很大的加強 而且它未來真的有可能 把它的重心進步地 向印太地區的傾斜 就像它去年6月份 在它有一個防護計劃報告當中 它講它未來也要兩洋病重了 就是一隻眼要盯著大西洋 另一隻眼要遠眺太平洋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這個計劃 實際上就是靠它現在這個航母 真正入役以後它是可以實現的 這是它的一個算計 那我們再來看俄羅斯 最近太平洋艦隊 是成立了一支坦克突擊隊 並且是在多個點位 部署了高超聲速導彈 您覺得接下來的動作會是什麼 對於俄羅斯來講 特別是2000年普京上台以後 他特別強調兩種力量的建設 一個就是他戰略力量的建設 他第一次到部隊視察 就是視察了火箭兵 普京就告訴在座的火箭兵的將領 他說現在俄羅斯處在一種 非常虛弱的狀態 那麼要成為一個大國 就靠你們撐的 你看他之後發展了大量的 三位一體的新型的戰略武器 包括從白洋到亞爾斯 現在薩爾瑪特之陸基的 北鳳之神戰略彈道導彈潛艇 現在已經入役了5艘 第6艘已經下水了 那麼同時呢 普京還發展了非對稱的作戰手段 這一點來說讓美國是感到非常害怕 為什麼 因為這種非對稱的打擊手段來看的話 它已經突破了 美國經營了數十年的導彈防禦體 西方已經清清楚楚看到 普京手裡真的有東西 其實這次談判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主要的 這個帶話題的 帶節奏的 不是美國 不是北約 不是歐安組織 而是俄羅斯 俄羅斯你看去年年底 提出來要談一個戰略穩定 是吧 那麼這些國家也好 組織也好 乖乖的就在1月份 馬上就談 是俄羅斯在帶節奏 為什麼他手裡有東西 那麼美國現在乖乖地回到談判桌上 為什麼回到談判桌上談 這本身就是俄羅斯外交的一個勝利 這裡是訪問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的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在《中國之聲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全市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是否《中國之聲國防時空?》 我們現在明天同一時間 只會繼續聽到 無知乎近乎 使用不消防,計算戟 相關注遠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